啊 這些年齡都在二十到三十六歲之間的憨兒 與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與藝人Lulu 一起塗上金粉體驗做月餅 我覺得這個好棒喔 它有茶 有餅乾 有月餅 又有香味道 今年育成社福基金會 推出共十八款中求禮盒 希望能增加曝光刺激買氣 讓這些憨兒能夠接受專業培訓 進入職場或是庇護工廠就業自力更生 確實因為疫情還有整個通膨的關係 還有整體經濟的影響 幾乎掉了兩三成 以往大概這個時間 幾乎大概都會滿單的狀況 可是今年的業務比較辛苦 到現在還在追單 受到疫情影響企業收益重創 連單使社福團體推出的禮盒 認購率大不如前 育成認購減少兩到三成 伊甸基金會 利亞社福文教基金會 也只達到目標的一到三成 育成等社福機構希望民眾 可以多多選購中秋禮盒 一言他得救夜夢 進新聞 蔡慶怡佳偉採訪報導